大家好 我是王主杰一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中共蔡英文在国庆演说中 表示愿意跟北京寻找 维持和平的方法 结果台办就立刻来呛吓了 就连共激国庆日都要来乱 那面对中共流氓的态度 要选台北市长的人 又应该要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好 在双城论坛中 这个陈时中就主张了 不应该被人插住脖子而举办 那柯文哲立刻跳出来 还挡在黄珊珊前面 抢着批陈时中说 插着别人的脖子不要办 但最应该举着 反共大旗的蒋万恩却说 要把守护主权落实在每一天 好 那想选总统的人 又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总不能看到子弹就先躲起来吧 但听到柯文哲呢 听到民众大喊说 要他选总统先是笑开怀了 好 就呛杀蔡总统啊 你应该把共激打下来 就连陈时中都说 守土卫国是元首该做的事情 那么想要当国家元首 却有人不晓得 还跟着中共一起说三道四吗 现在蓝白呢 抢着要跟中国来沟通 但是国台办不就坚持了吗 要回到九二共事才可以沟通 不就是只有一中没有各表吗 条件都说那么明白了 但是朱一伦却还是说 那为什么国民党去交流 就被说是卖台 是真的不懂还是在装傻呢 因为现在就连小鸡都懂得要选边站 韩国瑜昨天回到高雄辅选 而且还拿八点档来比喻高雄的选举 直问柯知人说 为什么要切根我呢 搞得柯知人现场也只能苦笑 但熊熊看起来大家还以为 要选高雄市长的人 难道还是韩国瑜吗 好国民党小鸡现在来蹭韩流 但是找来征服宇宙的助选员 真的是有帮助吗 反客为主真的是有好处吗 就连张三正现在都说 要来跟韩国瑜合体了 但这回选举 大家说怎么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呢 就是蓝白母鸡互换的情况 朱一伦这边都已经下军令了 要撇蓝白河 但好像被当成耳边风一样 卢秀燕跑去帮高红安 那柯文哲跑去帮蓝营的议员 选战倒数46天了 蓝绿白到底谁在摇摆呢 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要欢迎节目来宾 资深媒体人钟田华华哥 举星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时吉 大家好 政治评议员李正浩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郑实伟 大家好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 举星好 大家好 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 举星大家好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韩国瑜复选的第一站 在昨天选择在高雄登场了 哇 这个一上台啊 京剧连环爆发 让大家仿佛看了一场脱口秀 但你选举笑完真的啊 韩国瑜呢 却是用八点档来比喻 高雄的选情 说科技人翻转八点档 戏才会好看 有必要这么样的撒狗血吗 带你快来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熟悉的手势语调 那个男人回来了 不变的还有他的韩式风格语录 十八九岁 当我们看到异性的时候 我们喉咙一紧 眼睛发呆 讲话开始撒痒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爱情 我们人就像一只蜘蛛 被这情网情景的裹起来 没有一个人可以跳出 亲情 友情跟爱情 帮徐彩珍站台 讲到人与人的情感 对于高雄市长选战这样描述 大家打开第二台 男的跟女的在咖啡厅 男的喜欢女的 女的喜欢男的 男的回去跟爸妈讲 绝对不行 他叫这么糗 女的回去跟爸爸妈讲 跟着男的 不行 他们家大拨生意这么多 不能嫁 吵起来了 打起来大拨生意 陈其迈连任 就是第一台八点档连续剧 大家都知道 那固定的就知道 不要再看了 柯智恩赢的就是第二档 八点档连续剧 韩国瑜用八点档比喻 柯智恩当选是大笑老婆打架 而提到爱情 当然没忘记 他的爱情摩天轮 柯智恩教授 柯智恩博士 反映一下他跟我 切割爱情摩天轮 你太小看爱情摩天轮 如果发展爱情产业链 每一个台湾结婚的 都想来爱河拍一张照片 爱情摩天轮上 韩国瑜调侃柯智恩 切割他的爱情摩天轮 柯智恩戴着口罩有些尴尬 隔天再被问到 爱情摩天轮是一个表征 但是他比较强到是背后里面 如何能够带动 柯智恩的一个爱情的观光 那爱情摩天轮的政策 是不是要延续 应该问国民党的候选 韩国瑜首战 辅选 他的韩式语录 恐怕比候选人还来的 快也纳闷了 到底选举跟蜘蛛网有什么关系 到底跟八点档有什么关系呢 但这些话都是从韩国瑜口中讲出来的 果然呢 昨天现场还蛮多人的 但是大家应该都是冲着要听脱口秀而来的啦 好 昨天韩国瑜出现这一场呢 是来替这个许宽院女儿许彩智来站台的 那旁边呢 柯智也在旁边了 好 韩国瑜就说了 大家看八点档连续剧 第一档是男女主角见面 男的说你好美 女的说你好英俊 喝一杯咖啡就是我们结婚吧 第二天大家好无聊 转到第二档 男女互相喜欢 但是男女双方家长反对 大家隔天想要看哪一档 八点档连续剧呢 好 这个讲的是目前高雄市长的选情 我们要请教郑昊 郑昊我觉得这一场你输了 你输给了韩国瑜 人家比你更傻狗血 但是可以用选举来比喻八点档吗 好 接下来是喜剧 悲剧 还会是歹戏脱捧吗 没有错 我跟韩国瑜的差距就差在羞耻心三个字 正常人被高雄人罢免 你回去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尴尬或更小 对不对 结果没有看过像韩国瑜这么有勇气 然后脸皮这么厚 然后这个完全不像被罢免 他像是现任市长 在帮徐彩珍帮柯智站台 所以我觉得我跟大家差别 就在羞耻心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韩国瑜当然这次的场合 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不是帮柯智站台 他是帮徐彩珍的女儿 徐彩珍去站台 所以前面我还没常听得懂 他就说他跟徐彩珍就像蜘蛛网一样 他绕来绕去绑在一起 你中有我 我你中有你 所以我现在帮徐彩珍站台了 这也是不得付的 这可以理解 可是问题是下面开始 他就不是在站台 他在拆柯智恩的台 对不对 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嘛 对不对 没冤念拳头 什么意思呢 因为柯智恩那时候落选的时候 2020年不是板桥选立委落选吗 李彥秀也落选 李柯太太合体的时候 柯智恩自己公开想 画面都有新闻都有 说我最想山韩国瑜的美白小腿一巴掌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瑜就是在柯智恩站台的时候 对不对 讲说这前面就是我母校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都没在念书 前面那女生的小腿很白 我在看她腿 完全不在讲什么 然后柯智恩那天 当场眼睛就翻到后脑勺里面 所以那场因为这样子 被大家大肆讨论之后 落选嘛 对不对 所以柯智恩说超想山他一巴掌的 所以这一次柯智恩算是戒胜恐惧 被提名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说 韩市长是韩市长 柯智恩是柯智恩 爱情谋天论是爱情谋天论 我柯智恩没有 他当然是要做切割嘛 对不对 谁会想要在一个城市 跟被罢免的人站在一起 结果没想到 你眼看走到合体这一步了 怎么办呢 不是 因为这次避不了你知道吗 柯智恩原本是不打算找韩国瑜站台的 之前上礼拜是在参会私下见面 可是这次没有办法嘛 徐采真的台 韩国瑜来站 你柯智恩是候选人 你也得站在旁边 没想到韩国瑜真的有仇报仇嘛 直接回过去问柯智恩说 而且很酸的哦 我请问柯智恩教授 柯智恩博士 我跟你反映一下 爱情摩天轮有什么不好的呢 你太小看爱情摩天轮了 我们在爱河就要推爱情摩天轮 所以你看哦 韩国瑜还在记仇 还在就是酸柯智恩 那柯智恩这次运气比较好 因为戴口罩 疫情 表情不会被戴 他戴口罩 你看 如果上次 你也没戴口罩 他这个眼神歪到旁边 然后嘴巴一直憋 然后男男天就是 现在戴口罩 所以柯智恩算是丁住 可是问题是哦 大家就为我们回归到最大核心 韩国瑜对于2024年 有没有企图 当然有企图 否则为什么站台站那么勤 对不对 这是一件事 而且他不只站得勤哦 他在站台的过程中 不断的在刷存在感 对 在刷热度 对 或者说这不是友情站台吗 他是试图利用这种 已经搭建好的台子 重新让韩牛的漩涡 再悬起来一次嘛 韩国瑜2024年有企图 可讲到这边大家大概就会问 那到底什么样的候选人 这么有勇气会找韩国瑜站台 一元不算 因为包含这个什么游淑慧啊 什么那种一元不算 一元六趴七趴就上了 所以不需要 我讲一对一 就是县市长 只会有两种人会找韩国瑜站台 一种是温条 一种是温系 温条像是许淑华嘛 那台南本来就是他的啊 温系是谁 林根仁 这两个已经被淘汰了 他们就是希望说韩国瑜来 可不可以像是装上 液克膜一样 然后把自己呢 最后续腻 背后吞吧 对不对 可以加上去吹一下 但是呢 下个礼拜有趣哦 这个张善政要请韩国瑜来站台 那我相信张善政呢 可能也评估自己选情不太妙 需要韩国瑜帮他液克膜一下 所以我很期待 下礼拜两个人合体 唱一首彩虹铃 让我们筹温2020年的选举高潮 你说好不好 所以是要唱彩虹铃呢 还是要一起征服宇宙呢 大家也说很奇怪 你请来的母鸡 到底是要成就自己 还是要另有所图呢 到底是要帮谁呢 我们要请教黄哥 因为昨天这一场呢 其实台下真的是蛮热闹的 很多人是来看戏啦 好 这个韩国瑜现身呢 韩粉就立刻暴动说 我们好想你啊 韩总我爱你啊 突然之间大家好像忘记了 这次要选的人是谁 结果就像刚刚正好所讲的 哎呀 这个柯智恩在脸上 这个台上也真的是脸上三条线 还好是有戴口罩 就立刻说 你为什么要切割呢 因为你看韩国 又再度来提到爱情摩天轮了 好 看起来呢 这个发展爱情产业链 这个念头在韩国瑜心中 都没离开 为什么都没离开呢 因为讲的都是 他在这个罢免之后呢 好 在高雄打赢选战啊 到这个担任高雄市长的曾经 除了这个陆瓶灯亮水沟通之外呢 也提到要把产品外销 吸引观光客投资人进来 就只差没有讲这个高雄发大财而已 所以你看啊 这柯智恩今天就被问到说 你是不是有切割呢 是不是要切割爱情摩天轮呢 柯智恩今天也回应了说 会在研究 这个当然是不要还是卸要呢 那请来这个韩国瑜 是不是另有所图啊自己 其实我觉得摩天轮在高雄 真的已经被污名化了 我觉得高雄大概未来很短时间之内 很难再盖摩天轮 请不要污名化摩天轮 摩天轮是一个老少咸宜的一个游乐设施 那我觉得柯智恩昨天比较像被蜘蛛网网住 就是他逃不掉 他完全逃不掉 因为昨天事实上 平常听讲不是柯智恩请韩国瑜来 刚刚正好解释过 他就是不小心在森林里面 不小心碰触到蜘蛛网 然后有一只蜘蛛就乖 一直吐司把他给缠住 让他逃不了 韩国瑜这个人 如果说假设昨天那个场合 是一个在一个talk show的现场 或是说是三五好友的酒摊 那韩国瑜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酒友 因为听他讲话真的很有乐趣 问题是韩国瑜的行政能力 已经在高雄被验证过的 而且是被打回票的 所以这个人空有口才 讲话也许有些人觉得非常幽默 但是他的行政能力是不及格 他用八点档来形容柯智恩 韩国瑜大概很少在看八点档 八点档有那种演几百集的 也有那种一记演不满就下档的 因为收视率不好 韩国瑜就是属于后者 那种收视率不好的八点档 所以他一记演不满他就下档了 那今天对柯智恩来讲 他当然他只能讲再研究 因为他也不好意思再 因为昨天韩国瑜都讲成这样 其实再研究一直就说算了 你别提了 但是我觉得 我比较有趣的是 国民党里面谁会找韩国瑜来站台 目前为止我知道的是 县市县市议员邀请韩国瑜来站台的 其实人数是还不少 县市长除了刚刚正好讲的那几位之外 我好像没有听说 有其他县市长要找他来站台 因为的确 找韩国瑜站台是一个蛮大的赌注 连韩国瑜自己都讲 他说我是不要 但是我也有可能是毒药 就今天讨厌他的人讨厌他 喜欢他的人很喜欢他 可是韩国瑜今天出来站台 我认为他牵动的 倒也不是说今年的县市长选举 因为其实他站台那几个 比如说像这个 不是稳赢就稳输嘛 那影响不大 对县市长席次影响不大 但是我比较有趣的是 朱立伦侯友宜怎么看韩国瑜出来站台 他们这些人想的一定是想到2024 不会想到今年 那他们怎么看韩国瑜出来站台 那韩国瑜这次出来站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照理说如果依照他前一阵子出那本书 韩先生来敲门那本书 他是告诉我们说我这段时间都在做公益 那你公益做得好好的 你去躺这个浑水干什么 你要出来站台 站台其实是一件还蛮辛苦的事情 那表示说你后面一定有所图嘛 那接下来看起来算得出来 就2024的总统选举 或是说今年底 假设假设国民党选的 如果不如预期的话 可能党主席会改选嘛 大概就这两个缺嘛 那韩国瑜显然对党主席兴趣缺缺 那他兴致比较高应该是要选总统 所以接下来就是朱立伦侯友宜 韩国瑜三个人 会在把2024总统的党内初选 先提前到今年的县市长选举 我认为韩国瑜出来站台 对于国民党的朱立伦跟侯友宜来讲 他会起到一个正面刺激的效果 就是以后这两个人 会比较努力去扮演母鸡的角色 因为你不能让这只母鸡毒强嘛 因为如果说他的羽翼 他翅膀展开 藏的最多保护最多小鸡的话 那2024当然就非韩国瑜莫属 所以朱立伦侯友宜这两位母鸡呢 甚至可能包含卢秀苑 这个他也想扮演母鸡的角色 有可能他们未来可能会离开 他们自己选区的机会会变多 然后很努力的 希望能多带一些小鸡上来 其实你换个角度来讲 对国民党来讲 韩国瑜这个效应 如果说有正面的效应 大概是起到这一点刺激的效果 但是别忘了 韩国瑜讲的话 常常会变成报纸的头版标题 或是政论节目讨论的 第一part讨论的题目 那这个东西对国民党是好事坏 如果从2018以来 看起来目前是弊大于利比较多了 好 所以会不会是弊大于利比较多呢 你看到如果找韩国瑜来的话 韩国瑜自己也讲 到底是补药还是卸药呢 这个就是要候选人自己来评估 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是 死马当活马医 所以干脆先找他来 好 先议一下再说 我们要请教时期节 因为如果真的如同晃哥所说的 剑指2024的话 那真的很多人要找他来站台 包括这个拍片合体谢福宏 好 录影片来力挺林根人 而且传出10月22号要合体张善政 好 包括这个录影片要挺游书会 而且第一站就服选王红威 还帮忙卖酒 你看他昨天讲的 蜘蛛情网是比喻情怡 用选举来比喻八点党 而且又喊出高雄发大财 最有钱的城市是要是高雄 你看他一连串的动作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其实是有效果的 就是说当韩国瑜一出场的时候 他至少造成了网路上 一片暴动的效果 因为就做了各式各样的梗图 昨天网路上面好多 韩国瑜演讲的金句 然后这个粉专就帮他 还设计了一张图 人生就像一张蜘蛛网 然后柯智恩也被这个蜘蛛网给黏住 然后就讲说八点党 要看好看的八点党 就要票投柯智恩 他之前其实也有讲过 如果陈其脉当选的话是正常 如果柯智恩当选的话是奇迹 就是他讲话一贯的 按照他过去的风格 很好笑 可是毫无内容 甚至于那个内容是错假的讯息 譬如说什么高雄四个年轻人 有三个都离开 其实那个内容都是错误的 可是他讲完之后 哇 现场就会觉得 啊 好好笑啊 啊 对啦 然后就会欢呼等等的 你就是说他现在的效果 韩国瑜在当今政治圈里面的效果 就是可以让网路上面 好好的再热闹一次 就是他有炒热选情的 这样子的功用 因为一般来判断就是今年的投票率可能不是那么的高 但是如果你加入了一个一个扰动的因素 这个扰动的因素就是韩国瑜的话 他会使得选战变得比较热闹有趣 说不定投票的意愿会抬得比较高 那至于投票的意愿抬得比较高 是正的还是负的 那恐怕都会有双方刺激这样子的效果 但是放在议员的选举里面来说 韩国瑜是有效果的 因为反正议员他就只要 一撮票数据就可以当选 那你看看县市首长的确没有人敢跟他黏得太近 尽管是他过去的副手张善政 在面对韩国瑜要不要去 是不是要邀请韩国瑜帮他站台 他其实也是 那个态度上面不是一开始就 哇 斩钉截截 当然啊等等的 就是其实都会多少有一些些的保留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恐怕票房毒药的成分 对于县市首长来说 因为你县市首长总是要过半 那所以他放在县市首长选举来说 我觉得那个毒药的成分会比补药来的强 可是放在议员的话 你看很多议员 譬如说王洪威 他那个气味很含 就是走同一个路线的话 那真的是可以说是大力的补药 大力的强心针 对王洪威来说 我觉得他可以顺势的吸收大量的选票 也有助于他打倒同选区的徐晓星 因为他们两个女生的内战其实是激烈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 被国民党感觉上有一点放弃的 或者是被白银抢票抢得很凶的这些县市 才会积极的想要去找韩国瑜 刚刚提过的林更仁跟谢福宏 因为他们某种程度有一些像是被放弃的候选人 被提名但是被放弃 这个就感觉到心里面有一些些的悲哀 那所以怎么办呢 他必须要让自己不要垮得太难看 起码你要有一点点这个深蓝的支持者 撑住那个底盘最有效的要是谁 就是韩国瑜 所以韩国瑜在某一些县市 其实仍然是受到欢迎的 可是想要有政治未来性的人 不会找他 所以卢秀燕会找他吗 侯友宜会找他吗 当初秃子 汉子 燕子三个人气势 哇这个就是一个无敌的组合 现在汉子跟燕子呢 就舍弃了秃子嘛 秃子就变成是一个票房毒药 那至于秃子会不会仍然在2024的时候大放异彩 其实他的人气已经削弱了 所以你看他这一次出来跟他之前 真的差别非常大 但是他仍然在国民党内 拥有一定程度的支持者 那他能不能够顺势 哇 击败其他的对手 成为2024 我认为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他具有左右选情的这个影响力 他支持的 他不支持的 他靠谁近一点 他离谁远一点 其实他有那个关键砝码的那样子的角色 不至于自己成为那个候选人 但是他可以用他的这个行动 来帮助某些人 或者是拉垮某些人 好的确呢 就像石七姐说的呢 这个韩国瑜比起2018年来 魅力真的削减不少 但这一次再出来 总不能笑笑讲好笑的话 去放出错误的讯息吧 休息一下吧 上回来 好 韩国瑜昨天付出首战 再度选择了高雄 而且京剧连发 包括讲说 这个蜘蛛比你钱 高雄市议长许昆元的情谊 而且还以八点档来比你高雄选举 甚至又喊出高雄发贷才2.0 但是呢 大家当然看这一场是热闹热闹嘛 你不能释放出错误的讯息啊 我们要请教国陈老师 说四个年轻人有三个 必须要离开高雄找工作 比例高达75% 不是啊 真正过 我们过去看到的数字 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先讲啊 这个韩国瑜前市长 有人说他是票房毒药 但我比较不想这样看了 我说他最早是麻辣锅 麻辣锅有人爱吃得不得了 可是有人一吃就要上洗手间了 而且他这个麻辣锅 恐怕只有麻辣锅那个汤 没有料 没有料 老实说吃麻辣锅 大家还是要吃里面的料 没有人直接拿那个汤在喝的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瑜先生 他以前当市长到现在 老实说一讲到实际的政策 常常就会 常常就会 这个没有讲到重点 譬如说呢 他昨天在帮这个高雄市 议员的参选人许彩珍 就是前预长许坤源的千金站台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啊 这个为什么高雄年轻人赚不到钱呢 四个年轻人有三个必须要离开高雄工作 比例到达75% 但是呢 根据劳动部的统计 因为劳动部要抓劳健保的投保的地址 跟那个企业雇主的这个地方 所以呢 很准 那这个 而且是跟着那个身份证字号 所以基本上住在哪里户籍 那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劳动部说呢 到今年四月 全国呢 毕业的大专 毕业的新鲜人 留在户籍地的 是44.28% 那其中呢 高雄呢 还有54.28% 所以很明显的留在高雄就业的年轻人 是比全国的比例要来的高 因此呢 很明显你说四个里面有三个出去工作 这就很明显的错误 而且不管是照什么样的标准 都跟事实距离很大 那真正呢 这个离开 这个户籍地最多的 反而是什么 涉及新北市 新北市年轻人在户籍地工作的比例 只有35%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解释说 新北市搞不好他到台北市工作了 这距离很近 但是总的来看 我看这个韩国瑜前市长 他显然就是没有抓到重点 今天10月11号 是国际女孩日 卫福部呢 特别在今天宣导 希望大家注意性别平等 关爱这个女孩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韩市长过去的言论 老实说 在这个性贫方面 好像是相对来讲 表现是最不好 像大家刚才讲到那个美白小腿 爱情摩天伦 其实隐含的往往是对于这种 社会上的这种多元性别 还有这种性别意识 相对来讲 是比较不足的 这一点还之前 刚才又在讲那个什么 八点档连续剧 什么第二部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这么讲 什么大母子 他在那边是有怕 这到底是在讲什么 这到底有没有一点性别意识 像是大母子像是小腿 对啊 那这个到底 然后又拿来比喻是 柯智恩候选的选举 那到底柯智恩是 是大母子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像这样子 完全大家听了一头雾水的东西 纵使是麻辣锅 有那个汤 我看也没有人 大口的往肚里灌 这一点是我认为 所以现在很多国民党的候选 请他来站台 恐怕呢 也有时候是基于人情 有的时候就基于 这个少数的 这个比较深蓝的选民 爱听这些比较静辣的话 但是真的有没有开拓选票的功能 我看这县市长 一级的这个选战来讲 我看帮助是不大 好 可能帮助不大 因为像柯智恩呢 昨天就像是被这个蜘蛛网包住了 差次也难逃 怎么会这样子呢 而且还被讲到垮台 还被说要切割 还被现场直接问 那大家就说了 韩国瑜出来 真的有这样的效应吗 我们要请教定宇哥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看说 韩国瑜出来会不会踩到谁的线 还是要另寻舞台 那这个自己的舞台 真的有办法搭建起来吗 你们为什么要把韩国瑜想得那么复杂 他自己在登台前十分钟 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你现在问他下个礼拜的行程 搞不好也都还没有排定 可是他说他这二十分钟是 我都没有写稿 我自己上去 没有准备的人 当然就不用写稿 胡说八道的人 当然就不用有所本 对一个睡到自然醒的人 你就要规划他的人生 太强求了 比方说讲八点党 哇 这个人当选叫正常 那个人当选的才有八点才好看 那韩国瑜的逻辑 我套来台北市就好了 台北市支持韩国瑜的韩粉 听韩国瑜的 通通去投黄胜峰 黄胜峰大家听都没听过 台北市长候选人 台蓬党的支持度0.2% 这个才十八点党 就是韩粉全部 你投讲话那叫正常不好看 那个戏不好看 全部大半生 他去投黄胜峰 台蓬党0.2% 听韩国瑜的 有没有逻辑 有没有理念 有没有刚才国臣老师讲的 有没有料在里面 所以韩国瑜的论述 他的场域 是在前议长的女儿的台上 那个地方叫高雄市 你仔细听他讲话的内容 我为什么说他没准备 他的内容里面 对高雄有没有情感 有没有了解 有没有关联 他讲的那一套 搬到任何县市都可以用 就像一个单口相声的演员 那一套剧本 移到哪里去 通通可以用 我跟讲 现在很多年轻一代的 不管讲慢财的 单口秀的人 他到台中会讲台中的梗 高雄会高雄的梗 台北有台北的梗 韩国瑜光用这种单口相声 就输给那一些喜剧的单口相声演员了 他到高雄讲这些东西都只有嘴皮子 而且完全没有反省 比方说讲摩天伦 摩天伦代表什么 摩天伦不是很 不是那个 柯正帮他擦枝摸粉说 那代表是爱情产业 请你告诉我 作为一个市长当选过的人 或者现在要选高雄市长的人 当你要推出爱情产业的时候 你预算要编多少 土地在哪里 当年的摩天伦是只有一句空话 没有土地 没有预算 甚至于后来在那个港边还是哪里 放了一个小朋友投十块钱 在转的那里 叫做一个示范板 他当时要告迷陀盖一个 五百万人出路的机场 你还记不记得 我那么认真研究 坦白讲我输了 我干嘛研究这个东西 今天都是老白讲的 迷陀旁边是钢山空军基地的空军机场 那个地方的空域很有限 你如果在那边盖个五百万人的话 迷陀全部 迷陀区的人通通要签箱 他就乱讲嘛 你认真你就输了 所以整个所谓的摩天伦 象征的就是一个空口白话的政策 只要耸动 不用内容 不用可行性分析 不用负责任 不用预算编列 甚至都不用考虑那个土地在哪里 而且好用哦 那个跑到云林就讲赛车场 跑到彰化也讲飞机场 就同一套东西 像刚才讲那个八点党连续剧什么的 什么这个男女爱情结婚 这边离婚什么的 他这一套演讲 你把它搬到中部东部南部离岛 都可以通啊 那既然通通可以通 就表示你在高雄 曾经高雄人给你机会当过市长 你被罢免 全国史上第一个被罢免 而且是超过95万票以上的罢免 你对这地方一点了解都没有 一点感情都没有 叫他来站台的人 有没有门心自问 我要做市议员的人 我要做市长的人 叫这个来打辣梁 对地方完全不了解 然后再讲公共政策 我拿一个具体的例子 那天我站在陈其迈旁边听他讲 我听的是很感动 记不记得韩国瑜当市长 把高雄轻轨停掉了 因为有议员说有人反对 说有人反对 大家有人拿布条反对 问题很多 大家有意见 停 高雄轻轨就没做了 就没做了 就没做了 他们还敢讲说 这是韩国瑜的政绩 韩国瑜对高雄轻轨的政绩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停 不干了 后来陈其迈当选之后 用两年的时间 把轻轨恢复 那本来不是很多人有意见吗 有问题就是考验 首长政治人物的担当 他去沟通 居民沟通 议员沟通 里长沟通 沟通到大家没意见 两年的时间 一路把轻轨推到了 这个博爱路 推到了爱河之心 明年高雄轻轨就成一个原型了 就可以一个loop 一个循环了 做出来 而且这两天 你知道光去拍照 我听说二三十万人 拍那个 好可爱 那个轻轨 前面有画那个老鼠的脸 那个是不是老鼠 龙猫 龙猫 龙猫轻轨 没有 还有一个长得有点像哈姆太郎 就在那边跑 然后一群人 就拿相机来拍 还有一个为拍这个 还被开罚单 人多到爆 从那个林印大道 高雄 那个很漂亮的林印大道 蓝色的天 太阳光洒下来 轻轨穿过那里 做一个南部人 高雄人 你看他会觉得 哇我的城市好漂亮 轻轨是我们高雄的骄傲 每一班都爆 实际是高雄人 就是说你会觉得 我们这个城市比台北好 这个城市的光荣感 不是建立在一句话空话 什么八点档连续剧 撒狗小干 是建立在扎扎实实 政策沟通 预算编列 执行 施工 盯进度 盯到两年接到爱河之星 明年可以打通 一个循环转 那这个骄傲感跟光荣感 才是让陈其迈得到 高支持度的原因 不是说 他当选是应该 这样投他不好看 我们来投那个民调最低的 来创造戏剧效果 史上最高戏剧效果 就是韩国瑜 人家给你了嘛 你当选了嘛 你当选完就落跑了嘛 要跑去选总统嘛 所以现在韩国瑜 助选的政治效应 除了刚才几位提到的说 这个选情没要一的 要找他 还有选情太好 我跟你讲 没有人觉得选情太好 选情太好应该是找错人了 就是选情太好的找他以外 其实我发现有两种人会找他 一种是什么呢 多席次 我议员不用拿过半 我议员拿10%就很高了嘛 那韩粉再怎么样 有10%吧 所以找他来多席次 议员 另外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另外一个就是萨喀都 萨喀都呢 像新竹苗栗 拼命要往深蓝的 跟韩粉的抢 或者缺声量 像新竹市长 国民党那个林根仁 缺声量 找他来把知名度带起来 他就有这样工具性的效果 其他 我看国民党的人 很多不正常 但是也有一些正常的 你看有几个去找他 去站自己首长的台 所以整个韩国瑜 我觉得韩国瑜一代萧雄 那个是布袋系的那种萧雄 那这场选举 他能够发挥多大的效应 我觉得还有大观察 好 但我觉得我们大家 是不是都太认真了 其实现在应该更担心的 是国民党要选的人吧 哇 昨天看到这个柯知恩这一场 还被saving 那大家也会想说我邀请他了 那我接下来要不要说拒绝呢 你看像张善政 本来说要合体的 结果不晓得 是不是因为看到昨天这一场 他今天说什么呢 哎呀 乐见他人气依旧 那要不合体呢 他就没有说了 因为传出10月22号 要跟张善政合体 这是韩国瑜的部分 我觉得张善政现在要考量到 可能朱一伦 还有其他人的心情吧 是不是伟哥 不会啦 我觉得如果说 以现在我们讨论 差不多半个小时 昨天邀请韩市长 去站台的徐采成 他获利最大 那个名字是你现在在提到的 不管嘛 你画面都一直有出来嘛 我相信在前进区 林雅区 新兴区 这一个地方 六席的议员变五席 减一席 那他怎么样子能够 把这个许昆元议长的一个 这个棒子给接下来 我相信从昨天到现在 你包括了网络 包括了电视 所有的这个媒体的一个露出 对于这个议员的候选人 他是占有极大的一个优势 那你讲说 韩市长出来 当然他 刚开始他就讲 到底我去辅选站台的时候 现在我自己不算 我只有辅选 那到底是毒药还是卸药 我相信他会讲这句话 他一定会去评估 我今天来的时候 对这一个邀请我来的人 是有没有帮忙 毒药跟卸药都是不好 不是 不是啦 就是毒药 毒药跟卸药 这不好意思 谢谢你 谢谢 谢谢郑浩的提醒 怎么吃都出问题 这个 就是说他一定会去评估利弊得失 那你要邀请他的人 那当然他也一定会去做评估的 对 那但是据我所了解 韩市长也不可能说 全省巡迹大家怕 那有的他当然会录影片 那你讲说县市长的一个部分 你如果走这个不走那个时候 你算我还不说话 那是不是党部这个部分 或许你们会在讨论讲说 朱立伦主席会忌惰他 我觉得不会 因为已经把他列为中央助选团的一个副团长 当然他身为一个党员 他就是要尽力 你包括我们也是一样 那所以说 是不是党部会在一个区域的一个部分 然后做这一个联合造势 我觉得这是一种选项 那你讲说 今天我还是认为讲说 他今天在讲的 他无外乎是讲说 你今天如果成吉卖市长 如果当选的话 你就是顺顺了 就是平白无奇 就是正常 如果说你如果能够让柯志恩 大家都认为说 他温输的 但是他去 如果能够卷起千堆选 跟2018韩国瑜一样 他如果当选的话 那你是不是又所有目光的焦点 又在他身上 我会觉得他讲说这一种比喻 那你讲说 蜘蛛网 他只是在强调的就讲说 人啊 他在讲说 他跟这个许昆源议长的一个友情 所以说他讲友情 亲情跟爱情 这三方面 就是说人情世俗 你都要定调调 所以说我会觉得讲说 他就这样做一个比喻 这是他的风格 但是你当然绿赢的 一定会极尽能试的酸他 但是你蓝赢的 就好像刚刚定预委员讲得很好 你如果讲说 以议员来讲的话 我只要保文宣廟 我就会定调了 那当然他一定会找到 所以说我还是会觉得讲说 还剩一个半月 可能大家会认为讲说 这场选战平淡无息 那但是如果加了柯市长 毕竟他的一个 浮选的一个张力 跟他的一个声量 我会觉得讲说 我会觉得讲说剩下45天 也能够激起这个选择 我补一下 我难得看到你这样提提吐吐吐 那个是韩市长 不是柯市长 不会啊 站在台也不是他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找他来啊 我们两个人讲到一个共识 就是韩国瑜大概就是成就那少数 就一元多席次的 可能帮助比较大了 过半数的向这几个国民党首长 要不要邀请他 各位韩本仔细看啊 国民党的县市首长 是不是要切割韩国瑜 看后续行程怎么排就知道了 好 所以要选一个选战 有必要搞到心脏并发吗 但最近要邀请母鸡 的确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朱元不是下军令了 说蓝白没有核吗 但怎么出现蓝白 出现了互换母鸡的情况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现在各自找母鸡 但是母鸡出来到底是 成就自己还是另有所图呢 还是可以成就他人呢 大家说这个现象很奇妙 卢秀燕怎么会合体高红安呢 结果林庚人现在难道又被放生了吗 好 前一天呢 这个卢秀燕才是帮林庚人站台 那林庚人现在也苦哈哈的说 卢秀燕已经说过唯一支持了 但请问一下有支持吗 好 隔天呢 虽然两个人是在台中相见欢 但是我们要请教正号 你看相照于卢秀燕前一天 帮林庚人站台 相隔一天呢 帮高红安站台 一样是白衬衫 一样是牛仔裤 而且手还缠着 这个过程当中呢 卢秀燕还热情的 紧紧握着高红安的手 两个人不时时之紧扣 天啊 林庚人到底怎么办呢 找韩国瑜 我暂时强调 他找过了 他可能最后最后希望 就是找韩国瑜帮你扫接了 因为现在林庚人已经正式 我要讲 不是被国民党丢包 是被国民党的天王丢包 我要先搞 跟大家讲整个状况是这样 8号就10月8号的时候呢 卢秀燕先帮林庚人站台 然后林庚人站台的时候 你看高级林庚人的时候 喊动算动算动算 如果呢故事呢 剧情只写到10月8号 那完全没毛病 有趣的事情是10月9号 10月9号高红安去台中建国视察 考察市场改建的方案 第一件事情 高红安去台中考察 本身就是个怪事情了 第二件事情 去考察的过程中 画面这件事情出来了 这个卢秀燕全程陪同 有必要要卢秀燕陪同吗 不能找副市长来吗 不能找秘书长来吗 不能找市场处的来吗 卢秀燕为什么要陪同 很清楚嘛 因为高红安某种程度 在来营中已经具有一定的地位 跟声量 因为高红安现在 在很多蓝银的心目中 他就是被民进党受害的 那个受害者 那卢秀燕如果这时候 站在高华人旁边 有助于让更多的蓝银 支持者支持他 那林根人代表是什么 林根人就是这个 亚细亚的孤儿 爹不疼娘不爱 那当然每一个 这个国民党的人都说 我们当然完全没有 丢包林根人 我们还是唯一支持林根人 等一下你会听到刺维哥 又再讲一次 我们唯一支持 当然啊 朱主席也都去了 对不对 但是朱立伦目前的 站谁台都没有用 卢市长也有去 效果 对 那为什么隔天又去高红安呢 这件事很怪 因为卢秀燕市长 是高红安直接去找他的 他可以不出席啊 对啊 他算一样的 对他可以不出席嘛 可以说今天有市政啊 那市议会也开议了啊 等等很多事情吧 我坦白讲 卢秀燕要避开高红安 有一百种方式 而且以卢秀燕的智慧 他不是政治小白 他也不是第一届当市长 他是当了好几届立委 而且他是记者出身 当过好几届立委 市长也做满一任了 遇到这个话题 其实坦白讲 静在不言中嘛 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 国民党现在真的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母鸡消失了 照理来说 最大的母鸡应该会是几个 一个是党主席是母鸡 另外一个母鸡应该是台北市市长 应该是母鸡 可是抱歉这两个目前看起来都不是太秤职 第一个先讲的党主席朱立伦 因为我自己在新美式选举 我坦白讲我看非常非常多状况 国民党候选人有人挂蒋万安的 也有人挂侯友宜的 卢秀燕也有 还有挂韩国瑜的 18年忘了猜的 军心罢挂 没有人挂朱立伦 朱立伦是一面看板都没有看过 那我也跟黄金平 金平哥讨教过 桃圆有没有人挂朱立伦 他说也没有人挂朱立伦 所以第一个党主席竟然不是母鸡 这是天下最荒唐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东西呢 陈崇文国民党议员 在天母后援会成立的时候 找柯文哲站台 讲话也不是他的母鸡 太奇怪了吧 就是他找柯文哲站台 本身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怎么会变成蓝的去找白的 白的去找蓝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 国民党的小鸡各自求生存 然后更厉害的是谁呢 中东军找徐耀昌站台 这真的了不起 被国民党开除的苗栗现场候选人 找国民党现任的现场站台 然后国民党现任的现场站台 然后国民党现任的现场也去 所以你说现在国民党到底是什么状况 你说是这个周朝末年 我觉得都不回过 这是四分五裂嘛 然后周天子是朱立伦嘛 被供着嘛 你还是周天子 军阀割据嘛 每一个想要展现自己影响力的军阀 比如韩国瑜 对不对 比如卢秀燕 甚至包含侯友宜 各自找小鸡去站台 透过站台过程中 展现我是有影响力的 然后每个小鸡呢 也是各自找母鸡来 反正我找来找来 不会找周天子 不会找周天子 你看找徐耀章的有 找哥文这也有 然后找这个侯友宜 当然很多吧 找卢秀燕也有 然后更扯的事情是 连别打的都可以找侯友 找卢秀燕来站台 会不会太荒唐 搞好还可以找卢秀燕一起陪动 所以这国民党当然 原来是我真的看不懂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 当然都是很小的细节 可是我们做政治评论 或是说做政治幕僚的 本来就是从一些小细节 可以观察到很多大事件 我认为这也充分表示 整个国民党现在的党装 是党级不刚 不只是党级不刚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有点党级混淆 我看到一则新闻 你会突然想去 哎呦 他是什么党的 对啊 他不是这个党的吗 怎么会选这个人呢 重点来我们要请教十七集 到底这两个人合体 好 沈慧宏就说了 这个是政治跟利益结合的一场秀 到底卢秀燕打的什么样的算盘 高宏安打的什么样的算盘呢 好 高宏安现在 就像是反律代言人了嘛 所以卢秀燕等于是要去蹭吗 但大家也觉得很意外的是 朱一伦不是下军令了吗 撇蓝白河 那为什么卢秀燕隔天又高调 来合体高宏安呢 好 这是把朱一伦当成耳边风 还是其实国民党党中央 是放行的状态呢 有点水乳交融 有点乱找 所以刚刚这个正好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台北的国民党小鸡 也是找柯文哲 找白的当他的母鸡 反正就是一整个大乱 但是那个乱的程度 就是蓝跟白互相搭配 就是小鸡母鸡乱连连看 这样子的概念 好 那卢秀燕打什么算盘呢 卢秀燕因为之前民众党 本来传言要在台中提名选市长 然后呢 后来没有提 所以某种程度 卢秀燕第一 有一点感恩啊 就是知恩图报啦 所以拉抬一下你的小鸡啦 你的其他鸡啦 然后第二个是说 卢秀燕其实也希望 可以吸收民众党的选票啦 这是他的这个如意算盘 那高宏安当然最好的策略就是 直接忽视林根人 把林根人压到最低 因为你知道其实在之前 林根人的民调曾经是第一名 在新竹是第一名的 然后后来结果 高宏安因为自己的这个论文 然后拿国家前资策会 讲不清楚 这一系这一连串的时间过去之后 林根人调到第三名 他整整被高宏安吸收了10%这样子的支持度 那所以高宏安当然就要当那个 打绿的最主要的那个对象 所以他当然要去找蓝营的 除了柯文哲之外 他还要找蓝营的母鸡来跟他合体 但是呢 我会这样觉得 就是高宏安你记不记得他之前 曾经跟着台北市长柯文哲 当过一日实习生 就是大家那时候 大家还觉得很奇怪 不对啊 你不是在立法院的立委 为什么是可以跟着台北市长到处去看 所以他学习的对象 是排名第22名 倒数第一名的柯文哲 现在跑去找了卢秀燕 卢秀燕最新的施政满意度 是第17名 也就是说高宏安 新竹人麻烦请注意一下 如果高宏安当选 新竹就会跟22名 以及跟17名做学习 但是你新竹现在其实是很前面的 而且17名是什么概念 是比涉嫌贪污的宜兰林之庙还要后面 林之庙还有15名 但你卢秀燕 17名 你高宏安要去跟他取金 我听了都吓死了 到底是要取什么样子的金 所以两边其实都有一些 各自的计算在里面 高宏安想要压缩掉林跟人 因为你看国民党5G是挺我的 就没有林跟人这样子的角色 然后卢秀燕当然就借着这个机会 来吸收民众党这样子的选票 所以两边的确都是基于政治上面的考虑 来进行这个结合 那你说这个卢秀燕作为一个长期从政的政治的老鸟 他会不知道奋济在哪边吗 他会不知道说他应该不要跟高宏安穿一样的衣服 然后哇在那边手烂丢丢 然后在那边你看就两边 手指的方向都一样 所以他当然应该知道 那可是他仍然坚持要这么做 目的是什么 目的其实非常清楚 好所以蓝白思想瘦瘦 难道选民看不懂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大家很纳闷说 卢秀燕怎么会跑去跟高宏安合体呢 而且前一天不是才帮林哥人站台吗 而且在那个当天 朱玉伦才下军令要撇蓝白河 结果卢秀燕隔天就跑去高调找高宏安合体了 我们要请教士维哥 所以这样的情况到底是大家把朱玉伦的话当耳边风 还是党中央其实有放行啊 我声明一下 不是卢市长跑去高宏安的场子 是高宏安委员 他跑到台中 这一个历经三任市长 然后好不容易把他做改建完成的建国市场 他去你以市政的一个行程来看的 而且他到现场去的时候 卢市长没有讲任何一句讲说 你要去支持高宏安或怎么样子 他都讲祝福所有人 但是在前一天的时候 都好穿一样白衬衫 白衬衫你卢市长他从他当选 甚至于他过去在担任立委的时候 他就都这样穿 你包括我在上个上上个礼拜 我去台中清水帮张清兆议长驻讲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穿啊 这是他的风格 那你讲说我必须要讲 在林哥人的场子 那是选举场 那是推荐场 那是政党场 他手上起来 这很表明的 但是我必须要讲 人家高宏安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在上个明明仅仅 你好像 2018年是不是那时候也有探导讲说 丁守中委员参选台北市长 然后大家就讲说韩市长没有来 你不能帮他去找他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 但我们讲一个小细节就好了 你看林哥人身上有穿T恤 然后他都没有帮他穿T恤 他跟他一样穿白的 所以我就讲啊 他的一个风格 他就是穿衬衫 穿牛仔裤 他就是都这样做这样子的一个打扮 除非说你党部的一个拳代会上面 大家要求统一的一个服装 他会坏 要不然你如市长的风格 像上次2019年我参选 这个三重立委补选 他来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的打扮 所以说我会觉得讲说 选举就是大家都在比 攻防 你有我也有 他怎么样子 他知道讲说 你如市长会来跟林哥人站台 刚好他想要把他递减到 这个如薛任市长的一个效应 所以说他直接到 这个台中去找他 如果我是林哥人的一个幕僚的话 你也可以找另外一个议题 你再去台中一次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当然现在他的民调 空战的部分他是比较弱 但是他有陆战的一个部分 我之前也讲 你去看一下2018年新竹县 杨文科跟徐星宁 甚至于郑朝芳 那个时候三角鼎立的时候 徐星宁的民调是比较高的 但是人家怎么样子 杨文科利用陆战的到最后 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相信 这个林哥人议员 还有包括了许修瑞议长 在新竹地区 你要怎么样子 能够发挥你自己的优势 同样弥补你的一个劣势 我会觉得这样说 这场战 谁出谁赢 还有得看 好 如果真的那么样挺林哥人的话 林哥人也不用再跳出来说 卢秀苑已经说过 唯一支持了 但是找母鸡真的很重要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